内政部证实曾经将四名要前往叙利亚加入极端伊斯兰国组织的印尼人前送回国 其中一名是年仅15岁的少年 四名嫌犯从马来西亚如佛通过物篮关卡入境国国时被逮捕 随后被遣回印尼巴弹岛 再被当局押回雅加达 印尼反恐部队正在旁论他们 印尼警方消息说 这四人是属于印尼三大极端组织之一的神权游击队的成员 这个组织支持伊斯兰国组织 相信他们也是仍在狱中服刑的回教教室阿曼的追随者